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双肩论股 我们来分析这几只股 这些都是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的会员 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 按这个join button 参加会员 只是需要请我喝杯咖啡 这样你就有机会向我问股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Vita 这只股我记得我很久之前就有分析了 应该是在这边的时候吧 那时候我就说 如果它有机会突破这个盘整线 就是这条 就是一个码头讯号 这样如果你之前有follow视频 然后你又有去盯盘的话 你应该会买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0.3 3 6 3 7 8 这样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就赚钱了啦 呃 这样重点是说 如果你买了之后 什么时候 应该买出去 这个才是重点嘛 so far呢 老实讲呢 它才是这个价涨量涨的这个形态 这边呢 又有这个 呃 直升盘在手足 而且已经是盘整的差不多一年了 老实讲啊 这个时候就要就不要轻易的下车 呀 股价呢 要注意啊 它也是 呃 挡上去200天均线 呀 这个RSI呢 是over over overboard 但是可以暂时不用理它 呃 总而言之 这个不要轻易的下车 因为它正在上涨中 有这个支撑盘 有这个量 呃 等到它出现一种要回调的时候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下车吧 呀 不要轻易的下车 呀 注意这些 嗯 支撑盘 等这个RSI它回来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才考虑要不要出场 要不要套力 呀 呃 当然可以继续的 在我的这个问股的这个post里面 继续发问 这样 呃 我会继续分析 呀 so 不要轻易的卖出去 如果你已经买在这个位置啊 现在你要去追啊 这个我就 如果它星期一 明天继续上涨的话 肯定是可以追啊 这个突破这个新高 是可以追的 呀 因为它的形势 老实讲 我是觉得不错的啊 因为 这边啊 是没有 套牢盘的 所以要上去的时候 是很容易 底部又有这个支撑盘 要小心的东西呢 唯一要小心的东西 就是说 怕有人去套力啊 就是说 呃 丢票 因为这边赚钱嘛 去追票 去丢票 如果是买在这个位置的话 应该是买在0.3 34 0.35左右 现在是0.395 给你4毛钱好了 给你4毛钱 所以你看这个涨幅呢 其实才不够 才大概是10%做了 所以如果是庄家的话呢 他也不会赚你这10% 而轻易的丢给你吧 所以我是觉得 他蛮有机会 进行往上冲的 站在这个庄家 操盘数来讲呢 也是有机会 站在筹码风来讲呢 也是有机会 要留意的是说 有没有这个洗盘 洗盘就是说出现红色蜡烛 红色蜡烛 但是呢 那样的成交量是相对的少的 这个是洗盘的 所以洗盘的话也不要轻易的 慢出去 OK OK 这个就是我对VITA的一些个人看法 我们再看下其他的 in-nature in-nature老师讲的 他这个是支撑线 大概是在0.52左右 新5253左右 然后收盘价是0.555 这个是他支撑线 而这个阻力线就是200天均线 也就是大概是0.58 所以就是说 支撑线是0.53 阻力线是0.58 然后他现在的股价是0.56左右 所以你看相差不远了 呃 这个审定是不可以追了的哈 唯一可以追的方法 唯一可以追的就是说 如果他有能力站稳上去 这个200天均线站上去 突破站上去 最好是两根青色蜡烛 啊 这样的心态你就可以追 没有这种心态的话 就不要去追 呀 这个 呃 很容易被套 因为这边有这个套牢盘 对吧 这个套牢盘 如果你已经持有持股的话呢 记得要小心这个 呃 支撑线也就是0.52左右 再破0.5的话 你就要考虑把它卖出去了 呀 这个是E-Nature 现在另外一个 MBMR 这支股呢 正在这边叮叮咚咚咚啊 所以你看到我之前这边画了一条线 这个就是它的支撑线 它在这个支撑线里面弹上去了 弹上去叫做回调买上涨 呀 呀我记得我前几天讲过这支股呢 要回调买上涨 就是说你应该会买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大概是3.2左右吧 3.2 回调买上涨吧 但是现在上涨了啊 你又不要去追了哈 因为要突破这个3块4的时候 还可以的 呀 我个人认为呢 他看到这个pattern呢 他应该是很难突破了 因为他 你看他的头 心态 一头比一头低 看到吗 所以他应该是比较难突破了 他看见要回来了 所以要注意咯 如果他跌破这条支撑线啊 这个是3块4 3块2 跌破的话 肯定是一个march信号咯 如果他再一次的又弹上去啊 可能 又可能是一个march信号了 就说之前你没有买到的朋友 这边没买到的 这下你可以买了咯 呃 问如何啊 这个是回调买上涨 5价处于200天之上 底下一大堆支撑盘 所以我认为呢 他很大机会 在这个3块1 3块2这边守住 如果真的是有机会 回到3块1 3块2 呃 弹上去的时候 就是一个march信号 然后看下3块3 3块4 也没有机会突破 或者是站 或者是站的时候 慢出去 呀 回调买上涨 就是一个机会吧 这只股 这个是另外一个bpline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难看啊 一跌破 自从跌破这个200天均线之后 一直往下掉 点上一大堆套路盘 是很难搞的哈 幸运的是说 这边已经开始 有这个筹码在累积住了 但是也不要急 什么时候可以进场呢 我个人认为呢 最少都要等他突破这个 反正线 就是形成一个 呃 WD的一个形态啊 突破这个啊 还可以 这个债钱应该是在0.65 0.67 0.78 突破这个WD的时候 这边呢 还是马路讯号 啊 没有突破的话 基本上都不用看 我们来看一下多少钱 这个叫钱 哇塞条线上去 0.65 这个是0.65 就是说如果他有机会突破 站上去0.65 形成一个WD 这个啊 这个呢 就是突破 然后呢 看下他的目标价就是 200天均线 0.8 呀 没有突破这个均线 没有突破0.65 啊 又暂时忘记他 Account Linux 它是这个图 这支股呢 老实讲呢 他的主力线很简单 那就是这200天均线 你看他一项都过不到啊 现在股价是1块钱 200天均线是1.06 相差6分钱 相差6分钱 我觉得 要安全的话 就等他突破这个1.06的时候 再考虑吧 如果有进场的话 1.06要突破上去才考虑 如果你已经买入 啊这个时候也 你不要急着卖出去 因为最后才是看这个200天均线 也就是1.06 突破上去就继续守住 如果他回来 好像这个样子回来 那个你就要考虑把他卖出去 呀 呃 如果你才没有马路的话 啊打算买的话 记得一定要等他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ok 这个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就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呃当然 呃加入我的频道 鼓励我一下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错 要鼓励我的话 要赞助我的话 要关系我的话 就是请我喝杯咖啡吧 去抓我members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